第九十三集 林不宜将哨伤轻巧地提至自己肩膏 犹如用手指捏着一只幼猫细腻柔弱的后颈 不费吹灰之力 女孩双脚离地 身家安全尽数寄托在她两手松紧之间 顿时大呼小叫惊恐不已 此时此刻强弱分明 可是林不宜自问 提起来之后呢 难道真的一把摔死 她想打是不能打的 若是打上一顿就能解决问题 那她一定是全天下最有道理的人之一 然后她也不能和她成口舌之力 因为这女孩有一套诡异 却能自洽圆满的歪理 真吵起来 鹿死水手还未可知 既然打不得骂不得 那么只剩下之一图 她双臂略使劲 将女孩提得更高些 打算将她抛上一抛 接住后挑个地方咬伤一口 先出口恶气再说 与此同时 少商虽被提在半空中 但耳清目明 一眼看见灵部一面无表情 但暮色沉沉 因会不善 显示要收拾自己的样子 立刻大声叫起来 你有功夫与我计较 不如先担忧一下皇后娘娘吧 灵部以手上一停 顺势将女孩柔软纤细的腰身 搭在自己肩上 少商头下脚上的悬挂在她身上 双手一顿乱袍 顺着她宽阔背脊 爬上她另一端肩头 才算缓口气 随即连忙说道 今日娘娘说 五公主在外圈地引钉 上万亩呢 才抱了二十钉口 这可不是小事 谁知月娘娘也知道了 这要是教陛下知道了 陛下自然知道 因为这本就是陛下告诉皇后的 是才被女孩一顿乱摸 灵部以只觉畜身轻软 又一手掐着女孩的腰身 哪怕隔着衣衫长下的肌肤 都是滑腻难言 柔不见骨 于是 她不急着吓她了 少商被这消息惊得一时忘了挣扎 陛下早就知道了 嗯 那么岳飞那里 肯定也是皇帝告知的 这老伯可真真是中度晚期的天秤座 灵部一侧头看女孩 欣慰道 为何你会觉得 深宫后妃都知道的事 陛下会不知道 你是不是还暗暗埋怨 这样大的过错 皇后对五公主居然也未有责罚 轻轻放过 你放心 大皇后受沉过后 五公主会发现 她辛苦绸缪的田地庄园乃至钱财 早被陛下伐墨入库 数年心血 一朝成空 至于当初窜多她犯下贪报之罪的庶民门客 也以尽数秦拿后处死了 少商张大了嘴巴 回不过气来 一时之间竟还有些可怜五公主 这 这 皇后已经知道陛下动手了 难怪她都懒得责骂女儿 灵部一的孝中略带几分朝义 有人向陛下谏言 不如将公主门下那几名首恶的头颅 送给五公主 以示小成大戒 不过陛下顾念皇后 就挤留了全尸 后日 五公主会看见自己昔日 宠信的门客的尸首被马放成一列 摆在家中正堂 恭候她回府 好了 东拉西扯拖延也够了 如今可说说你我之事了 说到此处 她语气变沉 就在此时 少商趁她神思另分之际 赶紧伸手去挠她腰侧 七代猛虎疏忽神龙怕痒 好让她侥幸逃脱魔掌 只要溜出这间宫室 她就不信灵部一会当着众人的面来捉拿她 不过灵部一何等伸手 身上的每束肌肉都机敏强劲 反应有比思绪更快 当即左手一松 侧身一个反手擒拿 将女孩向陀罗般在空中一撵 随后一掌将其拍附在地板上 虽说她并未用力 然而少商依旧觉得浑身麻痛 头晕目眩 眼前飞过一片五光十色 男人镶嵌着夜明珠的玉带 散着悠悠沉香的织巾衣巾 晃着悠悠宝石绿光的腕扣 最后落在她视线中的 是她垂下袍具上的金银纹袖 她此时好像一只四脚着地的小乌龟 龟壳上压着灵部一的一对食指衫 她连喘气都艰难 用尽气力大喊 有本事你只用一只手 满尽上涌 她满心都是汗涌之气 当年她打架也没输过人的好吗 灵部一单腿跪于她身旁 闻言一哼 松开右手负于身后 少商努力挣扎一番 依旧翻身无望 她只好厚着脸皮又喊 有本事你别用手 灵部一嘴角弯起 也不争辩 当下双手腹背 曲起跪着的那条腿 以膝头压在女孩的肩背之上 因她腿形极长 即使曲腿对折 也比女孩肩背长 少商再度努力妄图翻过五指山 然而依旧徒劳 她所幸连脸皮都不要了 有本事你手脚都别用 灵部一忍笑 依旧照她说的收了腿 少商才感到身上一清 还不及喜悦 立刻被泰山压顶斑盖住了 灵部一的确手脚都不用了 她直接整个人压到她身上了 男子身高体健 更见骨骼修长有力 肌肉紧直结实 这般一压 几乎直接挤去了少商大半枪子的气 这回 她连叫嚣的力气都没了 只能两只小手 啪哒啪哒地拍打地板 灵部一略略挪开些体重 少商赶紧深吸一口气 鳖们的胸腔终得解救 没力气叫喊 只能回头用力瞪她一眼 表示满腔的不满 谁知灵部一的脸正悬在她左肩上方 正正地看她 女孩皮肤盈透 白如出血 因剧烈挣扎而使面颊飞红 更映衬的双瞳乌黑如漆 情绪多变 一会儿愤恨 一会儿懊悔 又一会儿害怕 当真眼波盈然 绚丽无双 她的思绪忽然飞去了多年前 那年她十四岁 在皇帝艰难的赞成下 随崔佑乔装成商队 远走西城血域 崔佑虽无继父名 亦无继父时 可却怀了一腔岩浆般热忱的继父心 一路上将她照顾得周周道道 他们足足走了几个月 才看见高耸天际的雪岭 在那里 她见到一只小小的雪雕 冰雪晶莹的皮毛 翠玉剔透的眼眸 左前足成墨色 体型娇小 不过两掌大 她第一眼看见 就喜欢得不行 她颠颠啃食真果时 她觉得可爱 她摆动短小的身子 咬自己尾巴时 她觉得可爱 甚至连冲她咆哮思叫 她也觉得可爱 不过这只小雪雕一点也不友善 她不但暴躁脚快 牙齿尖利 细爪上甚至还有微微的毒性 但彼时她少年气十足 在催喉的无条件纵容下 她张罗人手细细绸缪 不下天罗地网 终于活捉了这只小雪雕 起初她还担心小雪雕桀骜难养 谁知仅仅过了一日 她就乖乖吃她头胃的食物 让她抚摸 她光滑柔软的皮毛 甚至在她研磨写字时 会乖乖趴在书岸上 歪着小脑袋看她 她满心柔软 连催喉都说这小东西 看来挺乖巧的 可以收作爱宠 于是她放松了警惕 解开小雪雕脚腕上迎扣 结果次日 她就逃之夭夭 再无踪影 后来她自我开解 这种天地间的生灵 自由自在 灵活畸变 哪怕山民在贪图 他们的皮毛也很难捕捉 完全可以好好活下去 自己干嘛非要捉她呢 带回城时 他们再次路过那座雪岭 她与山民闲聊时才知道 原来许久之前 雪山上还有不少雪雕 谁之后来 牵来一窝雪岭 诸鹅钓金虎 不但凶猛异常 还机智果掘 正是这种雪雕的天敌 短短数十年 他们就消亡殆尽 山民们已有七八年 不曾见过雪雕踪迹了 言语之间 众人都说 她上回捉到过的那只小雪雕 可能是那只种族最后的成员了 正在少年争冲之际 一名老猎户呼说 她见过那只小雪雕 那日 她本是去猎虎的 将自己掩盖在雪堆中埋伏时 恰好看见一头顾盼雄伟的猛虎缓缓经过 口中正雕着一只副祖辈 说起过形貌的雪雕 小小的身子僵硬无力 肚腹血肉战裂 皮毛上满是血污 纤细娇小的左前 足成墨色 算算日子 正是从他处逃走不久 少年难过了很久 回了都城 依旧终日郁郁不欢 催侯偷偷将此事告知皇帝 皇帝赶紧跑来 对他说了一顿子妃于安之鱼之乐的道理 以图开解 这道理他都懂 可他完全不赞成 若真是这样的话 父母何必约束儿女 父子何必管教学生 让他们去自得其乐好了 随手在太学里抡一遍 能找出三成之术 真正热爱读书乐在其中的儒生 算他书 什么子飞鱼 那也要看是什么鱼 如果是条不懂事的小小傻鱼 当然要捉起来 好好教养 耐心说服 不然被大鱼吃了 怎么办 那还乐什么 还什么不懂事的孩儿 出去跌个鼻青脸肿 就知道天高地厚了 若是那些混蛋高门子弟 个个皮试得很 等闲吃不了亏 可若像那只小雪雕 皮薄命脆 稍一蹦打 就没命了 怎么办 灵不宜回过神来 看看压在自己身下的女孩 智若愤慨 桀骜美丽 以及不知死活 哼 还想和楼瑶 走到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去大展身手 他恐怕根本不知道 穷山恶水之处的可怕 没领教过宿族世家 在地方上的经营之身 前几年 有两名平民出身的儒生 凭着一腔热血 自告奋勇 要去那最难管束之地 陛下拗不过 就点了他们去做地方官 可连连侍卫家将都没有 凑了几个护卫保镖 就上任了 结果 一个死在了人上 据说是开解山民斗殴时 被误伤致死 另一个形势 还算谨慎柔和 可惜他那美貌温柔的妻子 被当地全族之手看中了 也不知怎么使了手段 硬是逼着他决婚改嫁 就楼瑶那负质不笼统的度长 除非到任后 不争不闹不作为 不然 哪怕楼成 两家给足了护卫家将 那些地头蛇真要算计 那也是三更五更之差 到那时 他呈绍商又该如何 想到这里 灵不宜暮色发生 绍商被他看得发慌 传出一小口气道 你要压我到何时啊 要换未婚妻直说即可 不用压死他吧 灵不宜僧僧道 看我被那贱婢羞辱诬陷 你倒笑得高兴 今日若是楼瑶兽这般对待 你还能坐得住吗 不不不 我替你报仇了呀 绍商赶紧道 我在那梅子奈上动了手脚 若他全吃了 必然叫他上土下蟹 欲先欲死 不过 他笑得尴尬 你找来了五皇子作证 那子奈他只咬了一口 就不知效用如何了 灵不宜面色稍记 语气略缓 就知道 做些见不得人的伎俩 随后左掌一撑 翻身坐在地板上 右手顺带将趴在地上的女孩 捞到自己怀中 绍商终于逃出五指山 一手推着他的肩 一手拍着自己的胸膛 大口吸气 凌不宜也伸手到他背上顺气 含笑道 居然还敢跟我动手 我真动起手来 十个捏捏死了 绍商终于喘云了气 总要试一试 难道束手就擒啊 他就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还有 承哨公教的防身术 一点用也没有 说到底 找神棍教习武艺 算他傻 你若是想习武 我来教你 你还已经呼吸正常了 然而他的手掌 并未离开他的背 反而顺着那条纤细的脊椎 一截一截摸下去 直至细弱柔柳的小小腰支 绍商被他搂得浑身不自在 更别说腰上那只紧紧扣着的手掌 他挣扎着想挪开些 不料却被林布宜的手臂 估得更紧了 满身笼罩着他轻涉冷峻的男子气息 他扳起略红的脸 你不要动手动脚的 我们还没和好呢 林布宜低头微笑 手指顺着他袖口的花卉袖纹 轻轻抚摸他小小的手腕 内侧细机嫩如至高 嗯 和好 是已之前我们好过 绍商机遇吐血 幸亏他混过道 不然就被调戏去了 他一面夺回自己被摸得发麻的手腕 一边脸红结巴 但义正词严的回击 以前通通不论 要紧的是以后 至于以后好不好 要看林大人今后如何行事了 那你倒是说说看 我以后该如何行事 林布宜微笑道 绍商将下巴高高抬起 装出一副巨傲的模样 不管成不成 气势要端足了 很简单 以后林大人若有关于我的决议 务必要我点头 不能你背着替我决定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吧 就像这回 你叫人盯着我多久了 我一概不知道 这很难 林布宜语气坚定 一者 有时需要事急从全 二者 有时你不明白其中的要紧 我就得替你决定了 事急从全也就罢了 什么叫做我不明白其中的要紧 我是蠢才吗 我一不是不讲道理之人 我只是想知道你要对我做什么 这并不愉悦吧 妇人眼见 林布宜冷冷道 我与你来打个比方 倘若有人溺水 你欲相救 可我手下的人拦着不让你救 你带如何 呵呵 这有何难 绍商魂不在意 他 自认自己不是好人 倘若水里之人是你家人亲友呢 绍商 绍商立刻勃然大怒 你不会打个好点的比方啊 好 若水里之人是一人弱孩童呢 绍商僵住了 过了半晌 他看着那双深褐色的郡木 满心真诚 艰难道 林大人 难道看见无辜孩童活活溺死 却袖手旁观 我知道 你不是这样的人 林布宜久久凝视女孩 冷峻的眉眼呼的温柔起来 我知道你也不是这样的人 绍商回忆奄然一笑 这许多日来他都没这么真诚的笑了 可如果那是对头使诸如假般的孩童 欲行刺杀之计呢 林布宜柔柔他的鹅发 绍商一呆 就算那是真的孩童 倘若救了之后 就会坏取全盘计划 并且害死许多人的性命呢 绍商继续呆 有些是很难抉择 见了伤心 想了伤情 真遇上这种事 还不如就让我手下人瞒着你 你说 听见水边传来呼救声 他们说你听错了 这样不是很好 林布宜缓缓道 乍听起来这逻辑很有道理 可绍商隐隐觉得哪里不对 只能含糊道 我 我得想想 林布宜对他的动摇表示满意 手指绕着他柔滑的垂发 闲闲地问道 娘娘的千秋 不知你背了什么鹤礼 他不说还好 一说少商一肚子气 你将我困在宫里 我能筹办什么鹤礼 你知道我这些日有多着急吗 我看你是安心看我出丑 可恨的事事起突然 他连那副金铁工具都没带 不然做两个小百贱糊弄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无妨 我替你背了鹤礼 林布宜笑道 不劳您费心了 少商一脸胶筋 得意洋洋 我已经背好鹤礼了 说着 他从秀中抽出些爱的青竹短笛 在林布宜面前晃了晃 犹如小孩子在大人跟前炫耀 我要为皇后吹奏一曲 你别皱眉头 也别显理清了 月前我叔父叔母 终于将新曲谱完了 将曲谱寄给了我 我在家中演练了许久 真是好曲子啊 不是我自夸 真是清阳惋惜 雅致不俗 和都城都没听过的好曲子 到时我在狱前吹奏 完了后告诉陛下 这是我家叔父叔母的功劳 他们夫妻恩爱 同心同德 方得此妙曲 怎样怎样 这份贺礼不坏吧 林布宜静静听女孩吹嘘了一通 呼问 这支曲子既是你叔父叔母所谱 想来原先应是秦霄合奏吧 少商一愣 呃 是啊 不过短笛也可以吹的 越改动几处就成了 虽然意境差了点 不过也很好听的 林布宜点点头 又问 那如果陛下问 既然缘曲是秦霄合奏 你为何独自一人吹笛 而不是找我合奏呢 少商张大了嘴巴 做梦也想不到 还有这一出 他人都傻了 饶他即便百出 也绕不过自己这位未婚夫 奇鬼曲折的思路 他又急又慌道 喂 为什么陛下要问这种问题啊 为何要问这么刁钻的问题啊 林布宜重重将女孩推开 冷着脸站起身 道 我义会抚擒 说完 他就抬步走出公式 只留少商一人 待坐在地板上 所以 他不但要对他的物质生活 虚寒问暖 还要关怀他的精神生活对吗 可他们还在吵架 在冷战啊 需不需要这么计较啊 等即晚 窝 实吃 优优独特 不过 天